现在我们就讲一讲一家餐厅 其实我应该上个礼拜说过的 不过今个礼拜再说为什么呢 因为我又再吃多一次 说真的有些地方其实都真的可以多吃几次 因为一来好吃 二来每次吃一次可能都会再印证质素好不好 而这一家再次印证也是好的 我相信以后我也有机会再去印证 这一家就是位于太子的和昌朝美馆 我们去看看01的图案 我也要再三强调一件事 湾仔有一家叫和昌的饭店 是吃粤菜的 它位于典当野的古籍 就是收短球场对面 和这家太子的和昌朝美馆 完全是两件事 是无关的 只不过名字是刚好相似了 说这家太子和昌朝美馆 上次我都说过了 其实它前身是大牌档和快餐店 都是叫和昌 头美都开了65年了 又在叫高老叔的人开 由潮州下来 一直都很努力地经营 养大了子女 到后来都觉得要退休了 在疫情期间退休 这儿子女就觉得不如既然店铺也自己买了 不如就转型做其他东西 她的儿子应该是做开餐饮业的人士 所以一转手 变成做其他 卖其他食物 它都长得很好 而且它是做一些家乡的菜式 就是潮州菜 最初都是卖老水食物为主 纯粹做外卖 到疫情开始露出曙光之后 它就转型做一个潮州菜馆 真的可以做堂食 我们看看第一个范图 麻烦你 有些照片 它外观的照片是上次都见过的 不过让大家见多一次 这个就是她的夜晚的景色 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有电影感 有一些 可以拍戏叫做什么 情陷夜太子 都可以的 可以说个故事 可能女主角就是在街边卖东西 卖生果卖蔬菜 而男主角在附近开潮州菜馆 跟着他们相暖都可以的 我觉得这些真的挺好的桥段 再看看一张照片就是他们的门面 上次我就在这边的店铺吃饭 今次我就在第二边的店铺吃饭 为什么呢 因为和尚潮味馆现在占三间铺位 有两间就在一边 有另外一间在对面马路 我今次去对面马路那个店铺吃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对面马路的装修方面是精致一点的 它应该里面有两间的间房 可以多些私隐度 上次我吃饭就有12个人一起去吃 所以就需要一间房 可以大家喝酒吃饭 那真的是好一点的 始终我觉得旧铺那边去厕所方面 是因为要去后巷那种厕所 所以都有一点不方便 又要拿锁匙 还有后巷厕所也都 就算你管理得多好 都不是说特别最舒服 最帅仔的 现在去新铺那边的私人包商 贵宾房里面 里面居然只有一个厕所 所以就 对于一些讲究厕所卫生的朋友来说 最好真的要订贵宾房 整班人吃饭 那就最方便了 接着下一张照片 就会开始讲我们的食物 今次我吃的东西 和上次我吃的东西 大部分都是差不多的 我也改了一些菜式 因为始终有些在场朋友 第一次去吃而已 所以我必须要吃一些 它最招牌的作品 另外再加一些我很想吃的东西 就凑成这个菜式 首先就是生煙的东西 包括有生煙的丝坑和生煙的蟹膏 上次我再吃生煙的龙虾 其实龙虾都好吃的 你知道龙虾吃刺身已经够好吃 再用糖、辣椒、蒜头、葱、芫荽去腌 就更加好吃的 只不过在生煙丝坑和生煙蟹膏比较之下 生煙龙虾相对之下 是平淡一点的味道 始终是因为龙虾的肉 它的质感和性格都是平淡一点的 所以今次我没有点到 所以我选了丝坑和蟹膏 丝坑是蟹膏来的 蟹膏的确实是很饱满的 它们用一些好一点的蟹 所以吃下去真的不同 再看看下一张照片 我终于拍到一张很清晰的蟹膏的照片 蟹膏是很好吃的 当日我们所有罪丢的朋友都力赚 甚至很多朋友都觉得比韩国的酱油蟹好吃 所以应该是不同的东西 但是也要把蟹拿来比较的话 原来潮州式的冻我蟹是更加好吃的 接着下一张照片就是生烟的丝坑 其实我也挺喜欢吃丝坑的 在座朋友经常说 如果你吃蟹和吃丝坑来说 两样都叫生 他们觉得丝坑是更加危险的 因为吃蟹可能 我不知道他们说什么 我觉得他们说在卫生上 吃蟹都更好一点 丝坑如果你真的吃的话可以中毒 所以处理方面要很小心 但是我看过一些书 有很多时候 潮州人做生烟丝坑 通常都可能会先帮丝坑过一过水 所以不至于完全是生的 至少做过水过程之后 其实可能在卫生上会好一点 再加上其他的配料去腌 腌完之后 那个丝坑一来还是非常嫩滑 二来味道又很饱满 加上调味料 所以是很好吃的 我觉得丝坑 潮州丝坑来说 这家真的做得非常不错 我再看下张照 看清楚一点的丝坑 有一张照 其实肉质也真的很嫩滑 好吃 好了 接着下一张照 就是什么 我上次也吃了鸵片 也吃了鸵肝和鸵腸 今次因为多人吃 所以我点的时候 照说要鸵肉 即是鸵肝和鸵腸 最后给了鸵的下装 即是腿部分 即是下身的位置 这个部分 真的很好吃 但我自己觉得 这个下装比鸵片更好吃 始终我之前说过 我觉得潮味馆的 和尚潮味馆的鸵片 切得比较薄 是很嫩滑 入口非常之舒服 但我喜欢 可以厚一点 肉质强烈一点 而这个下装 是完全满足到我的需要 即是腿位好吃 另外其他位置 皮又够厚 够香 而且因为你下装的肉 有些又嫩一点 有些可能又紧致一点 所以有些位置吃下去 咬口会强一点 和硬一点 吃出来 我觉得是好吃的 而且整个下装 口感上都有不同变化 我觉得味道是好吃的 很棒 我觉得如果大家要选 鸵片来说 鸵肉片的话 不如叫整个下装一起分 接着看下一张照 就是那个鸵片 今次比上次更加好吃 可能是因为多人叫 要处理的分量比较多 做的时候也要留意一点 这次肉质的嫩滑度是很足够的 而且味道也是非常好的 值得一赞 是的 接着下一张照片是什么 这个就是那个鸵肝 我第一次吃可能人数不多 所以鸵肝的卖相 不算非常漂亮 纯粹一碟里面有三样东西 拼了 今次它的鸵肝就直接是 整只鸵的器皿上了 放得非常漂亮 也要再高级一点 而鸵肝的分量今次也多 因为人数多 那个处理都一样那么好吃 都是非常鲜嫩 入口是很适合 而且我觉得温度 生熟度各方面都是好吃的 当然也没有鸵肝 一点都不硬 还有那个味道是刚刚好 它有干的金香 但是它没有那种苦劫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是不错的